為何這次事件涉及到屏幕系統出現故障 我想先說對旅客有什麼影響 先看下去 因為平時我們去機場檢查 昨天沒有檢查檢問題 純粹顯示不到 但顯示不到令我去之前 譬如說我會有預算 如果我要去檢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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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時侯 恐縮公司會告訴我 Drag Per Anną 要到哪位機口之中山登機 我大概alщ知道到底 timー 太早有時也不認知 但如果有些有人已經呈到霸 stressed to URL 令人只有電子登機譬有其他人 太早已登空亦屏幕的時候 正去海關或入境署便去拍攝 接著自己調查現在可以進入 這次那次是的 但你ático滿通訊息 或者那些知識都未出來 或者那個知識片沒有東西看 那你就看到一些可能要去看一些白紙 或者牽涉版或者白版的資訊 那如果那些東西未出來又更新不了 那乘客會很徬徨 你想想其實那些乘客可能都早 就是預了可能都知道有事 或者平時都預了兩三個小時 但是其實有些時候早兩三個小時 很多顯示是未有 那大家都習慣了 其實一是上網看一是看手機 包括他的買HKG 或者其他航空公司都有時候有資訊 但是如果航空公司 本身在機場裡面沒有這些資訊 航空公司可能都未必會有 一些很即時的資訊 所以就令對那些旅客很徬徨